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饺子你要把它换成是面条是吧 对对是一个玩笑 因为就是对食物的偏好 风华是这个冯翔哥导演 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华宜对他的商业上的期望是怎么样的呢 商业上我觉得因为它还是一部就是剧情片 然后是带着很多情怀的一部文艺片 它不一定是那个当下最时髦的一种电影类型 但我觉得是国产电影非常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在院线电影当中 没有这样的电影 其实是中国就是国产电影的一种遗憾吧 因为大家很容易顺势而为 逆势而行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勇气的 我一方面可能会在商业方面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使它有很好的商业的表现 同时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对于这部电影的看重性也很强 说起这个方法 我们会想起去年的一部电影 其实也是冯岛导演的一个 您刚才讲的一个剧情片 叫《我不是潘金莲》 围绕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的话题 其中可能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 冯岛导演和万达的王思聪之间的一个公开的一个争执 那对这个争执的原因呢 我们现在看有三方面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是王思聪讲的这个内容 他讲《我不是潘金莲》的这个内容 可能有一些问题 你怎么来看呢 这第一种说法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电影 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去被大家讨论的 这也是电影这一门 二十世纪的一个艺术 它产生于二十世纪 就是这个艺术产生之后 然后尤其到了这个好莱坞时期 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之后 其实是一个最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 很轻易地去评论一部电影 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 和其他艺术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对于我们电影来说 可能它的情感的部分 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因为真正的参与过一部电影的全程的人 会知道一部电影是非常艰难的 去拍摄 它无论借助了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方法去拍摄一部电影 但它整个的核的工作是非常原始的 是非常运用这个人的很多的创意跟智慧 然后再有非常普通的那种工作行为 比如说看到我们开玩笑说到这像片场一样 在剧组中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方式去把一个剧本表现出来 所以我其实很理解 不管是新导演还是老的导演 还是新演员还是老的演员 其实当面临他自己的作品 被别人的评论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他的比较复杂的心态 所以像潘青莲像思聪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可能他并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或者他对这个 连我其实我都不会对所谓的这个官场 有太多的这个了解 离得比较远 离得比较远 其实这个电影更重要的是 这样是从我的角度是 一个是他在国产电影当中 去碰触这样的类型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第二个就是 如果单纯从电影艺术上来看 他也是一个敢于挑战的一部电影 不管他的形式感 甚至所有演员的倾情的演出 都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万达和华谊之间 他有一些八角的一些这个事情 比如说像叶宁先生 就是之前在万达 现在加盟了华谊 我看您在微博上其实也有呼应 这个红阳刚导演的这种说法 您能不能给我们评价一下 其实像刚才的第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就是对一个内容的一个评论 或者是一个对一个电影的 好或者不好 或者好看或者不好看的评论 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 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像《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一部电影 然后有过多的非电影本身的 其实他对电影是一种不够尊重 不够 你觉得有吗 有 当然有 你觉得是有的 当然有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 从他拍摄到原来准备计划 十一上映之前 其实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好评率 包括他在之前的适应 以及在国际电影节所取得的成绩 都让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值 然后他的走向也越来越聚焦于 年度的最关注的电影这样一个行列 之后因为这些话题 其实让很多的观众 其实是忽略了电影的本身 而且还有那时候什么战队说 就是各种 而且这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化的一种概念 其实也正常 其实它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于一个电影来说 其实不是很公平 因为电影大家就去看电影 您觉得第二种是存在的 存在 第三种说法是说 这个封阳岡导演他和华裔 是签了一个对赌的一个协议 说当时是华裔是花了十点五亿 购买了封阳岡导演的这个 东阳美拉70%的股份 当然冬阳岡导演他会承诺 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有多少的这个利润的回报 我不是 潘金莲这部电影呢 就是对这个对赌协议的第一年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部片根本就不在那个对赌协议里的内容 因为这个片是在美拉成立之前 就是这是华裔的一部作品 其实它是在那个对赌之前的作品 其实芳华是真正美拉的第一部 从对赌开始的第一个 去年16年1月份的时候是浙江东阳浩瀚的几个明星 他们一起是在二级市场上是持有了180多万股的这个华裔兄弟的股票 当时是承诺要锁定一年 我们算了一下就按当时就按现在的这个储全安人价来算到 他当时的这个持股成本是13.9元 就是16年的1月份 那到现在我看了一下昨天 昨天的这个收盘价是华裔的收盘价是10块2 也就是说像这个李成杜传 冯烧芳 冯烧芳 Angela Baby 还有这个陈鹤 是吧 郑凯他们几个 其实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是被套住了 到现在是被套住了 就是华裔的这个股价 我们都知道股价 它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 对未来的一个 这么一个预测 你怎么看这个华裔股价 它的就比较低迷了 从大环境来看呢 对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下半年开始 这个影视板块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 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就是我觉得刚才就说它还是比较综合性的 因为确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呢 整个影视板块的这个市盈率都做的比较偏高 它不是非常市场高 之前市盈率 对最高的可以达到达到快超过100倍的市盈率 也都七八十倍八九十倍 对 然后我们是先期一路一路调整比较准确 像到去年为止我们还是这个影视公司当中 盈利第一的公司 就是这个影视内容公司 盈利第一的公司 但是我们的股价其实跟其他的公司 基本上越来越持平了 其实也是调低了我们的这个市盈率 别的市盈率也去越来越的越来越市场化 其实比较正常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 然后刚才你提到浩瀚那个呢 其实那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持有 这是我们的对赌条件 这是我们的要求条件 希望他也反持有华裔的这个 不是因为当时要互盘 要给股民信心 也不完全是这个 因为是根据那个DEO来说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华裔的股票当中获利只是他 其中的这个DEO的一个部分 更重要的实际上还是浩瀚的这个价值 就这个新公司的价值 新公司它在这个 经济加影视内容IP 这样的一个绑定 我觉得是我们做了先行者 之后后来大家也看到有很多 包括像小范儿啊 冰冰啊 包括现在最近杨幂啊 对 还有这个谁 吴奇隆的公司 很多 还有就是说非明星演员 但是是名制片人的 对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柠檬影视 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洪亮 他们的那个电视剧公司 就拍蓝牙榜的公司 他们可能其实跟我们形势是一样 只是这边会被更多的关注 是因为他这个 这边是演员 他的那个 知名度 知名度或者传播率会比较高 就像我们刚才说从大环境来看 其实一八年的时候 一六年的时候 环境是不太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 他的这个票房的收入 可能是很年比 从48.7%是断崖似的 下降到3.7% 那一般说来 这个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可能有两样会特别好 一个就是女孩子的口红 一个就是电影 但是我们在电影方面 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收获 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呢 这个也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 其实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方面 很多的专家也好 或者经济学家 也都给了很多的评论 其实我觉得大的方向 其实大家都了解 就是有几个综合的原因做成的 那对于华谊作为一个 内容的制造公司 其实我更多的会从 会从我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其实跟这个内容的 内容的质量的下降 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是说因为这几年 快速的发展造成了 这个电影的出品量的增加会很大 但是质的提高 是没有跟这个市场的 这个高速的成长挂上钩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对不起我打断了一下 就比如说像 《吴时潘吉林》和这个 《罗曼迪克的《消防室》 我们普遍来说 它是属于剧情片 也是华谊 重金打造的一个片子 也是去年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片子 但是它内容上应该是 还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它票房 也不是太好 因为它们不是 如果要从片种来说 可能《吴时潘吉林》是取得了 艺术片的这个票房的突破的记录 因为一个艺术片卖了五个亿票房 四亿九这样的一个票房 就是它不能跟不同的电影类型 去做市场的这个比较 就像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这个奥斯卡的热门影片 La La Land 还有《月光男孩》 可能大家都说有最佳影片 然后最受关注的一部片 但是它怎么会跟复仇者联盟去 在一个票房纸上去比较呢 去年其实确实缺少了 大的商业电影类型 就是国产影片 像前年有这个 像《猪妖记》这样的电影 然后在暑假连续三四部这样的电影 包括动画片 最好的动画片 最好的喜剧片 都集中在那儿 都超过了十几亿 二十几亿的票房 但是去年除了春节 2016年除了春节的几部影片之外 其实没有这种大体量的 这个工业型的这种电影 就是说是商业片的主流 然后也是观众的 观众的这个 宽度最广的这种电影 你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 他可能就是会更集中于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 成熟的观众 对于十九岁到二十几岁的观众来说 他的理解上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他不能拿这样的电影 去跟所有的电影类型去对比 就是缺乏内容优秀的商业片 对 就是国产电影 在去年在这个方面 确实是比较大的 然后华仪其实去年也没有出品 这样的电影 华仪为什么没出品呢 因为那种电影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创意过程 制作过程 中国本身的电影工业体系是非常弱的 就是比我们电影市场增长的速度差得很远 比如我们可以拍高工业体系的电影的导演 制片人监制 甚至就是说美术创意各个方面 这个人这个整个的储备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像在美国 你看经常会看到很多系列片 很多系列片 系列片存在 但是导演是在换的 就是这个导演拍了两部之后 他没时间或者是跟 跟那个电影公司的合约没达成 他可以换另外一个导演继续完成 非常工业化 非常工业化的这样的电影 我看华仪的战略其实也有这一部分 就工业化的这个电影是展示 所以我对华仪的未来的那个电影体系 是充满着信心的 只是因为确实是在去年 这个我们没有这样的工业的电影 我们去年成功的是 我们拍了很好的这个剧情片 然后可是大家都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标准都是说 你有没有卖20亿 30亿才叫成功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体系 对电影来说不太公平 今年有没有华仪 今年会有 但应该也不会多 因为它确实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 培育过程 拍摄过程 像我们现在 《定人节3》已经开机了 然后像这个 还有画皮系列 还有这个 这个《鬼吹灯》的系列 包括《八百》这样的战争的大片 然后再加上这个阴阳师这样的 就是说强IP的转换的系列电影 都已经提到一时日程上来 但是它肯定有一个创作的过程 对对 像去年我们看到电影 它表现的不是说是太好 但是网剧这方面 其实是表现的不错 其实你刚才 你刚才打断我的 这个话题就拽回来了 对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说院线电影 在去年出现了一个 低速的成长 就是断崖式的低速成长 对 我们分析的原因当中 一个是本身院线电影内容的缺失 好的电影内容 工业体系电影的内容缺失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娱乐行业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方面 实际上是一个进步最快的一个市场 然后包括它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那我们可以如果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知道在2016年 我们的视频媒体 就是网络的视频媒体的 那个市场的增长量 是百分之几千的增长 其实大量的给观众进行了分流 同时给观众的这个观看影视内容 进行了这个市场化的那种新的分类 新的切分 好莱坞呢 其实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强剧情的电影 放到了视频跟电视这个屏幕上 大量的好莱坞的好的编剧 甚至很多好的优秀的导演 其实转向了美剧的拍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美剧 都是很好的剧情 烧脑 台词也很好 然后创业也很好 而电影呢 现在越来 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轻剧情 轻故事 重它的表现力 科技 那我觉得中国未来也会走到这一步 那像华谊会不会在这个网坠方面 有一些动作呢 会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看那个华谊的年报的快报是出来了 好像是09年到现在 是首次出现了一次下滑 它的这个影视板块的收入 是加强了10%左右 是吧 包括我们的实景IP授权这一块 也是表现的也不是说是太好 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方面 是互联网娱乐 这方面好像下降的就更厉害了 是25%左右的一个下滑 您怎么来看的这一份财报 财报肯定出现下滑是不理想的 因为都希望还是会持续的发展嘛 对 但是可能可能你看的还是不是非常准确 就是我们在实景娱乐的方面实际上是是增长的 是增长的比较高的 对是增长 它是收入不是说预想的那么高 说是没有预期那么高是2.8% 它主要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并没有进入到运营期 更多的还是这个实景娱乐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品牌的授权的方面的收入 它没有产生到那个就是销售销售收入的部分会增大 但它的利润率很高 其实我觉得16年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确实还是在影视的板块 对 就是影视板块我们没有没有高速的发展 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票房收入并不理想 单片的也好 整体的票房都不够理想 会引起这个这个这个增长 但是从从我的这个因为我也是从16年开始接管了整个集团的运营 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们我们前几年的战略都是非常的准确 如果我们没有前几年的这个就是就是大传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包括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两个板块在这几年当中的这个沉淀 甚至我们特别加强这个关于这个娱乐投资方面 就是我们的投资投资的这个这个部门的这个发展的话 可能是过度的依赖于一个传统的传统的这个内容板块 其实是对你整个的市场的波动是影响会大的 对它抵抗风险的抵抗力 对对就是对整个企业的这个这个增长的这个平滑度上来说 以前的战略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 对对像你们请来的这个叶宁先生在这方面怎么样作为 就是确实也是因为16年集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做这个整个整个集团的运营 因为那两个板块已经发展很多年 特别需要我来做这个几件事情 一个是说对那两个板块的持续的这个发展跟增长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对内资源的打通 以及对外部资源 因为毕竟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好的资源的累积 就是当我们这些板块建立以后 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内部资源的这个这个沟通需要占我很大的这个经历 也是一个我的新的命题吧 所以就是说也特别需要像叶宁这样的就是就是有经验的这个职业经理员 来做我的板块的这个这个工作 对你也过去了你给他打多少份 应该及格了吧 应该及格了 我觉得成绩会在这一两年当中会有明显的显现 就是16年还是一个铺垫是吧 对因为因为就是刚才你提到为什么17年 我们那些系列片的曝光还会还会不那么多 到18年才会特别特别多 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创作的规律 创作规律这并不是说我来了马上就创作出这些电影 它需要一个过程 对对 我们最后说一个板块 是在这个14年的时候 有三马入股了这个华裔 王中军先生呢 他就各个王中军先生他就说这个三马 马云 马化腾 马明哲 他们不仅是这个华裔的金主 他们也要成为这个华裔重生的好战友 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三马吧 我们先说说马云 马云应该是和华裔兄弟最早有联系的 对 其实最开始都是算是朋友 都是好朋友 是怎么样一个切记马云进入到这个华裔 就是因为都是企业家俱乐部的嘛 都是企业家俱乐部 然后那个中军作为这个唯一的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企业家代表 在里面可能会显得格外的这个突出 就是会就会比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就都想问他一些事情 对 我还看见 他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马云对于我跟中军跟华裔兄弟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他是第一个像我跟中军提出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影视行业不资本化 为什么不做一个就是说更有规模 更有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的这样的这种企业 而只是都是一个一个就是很很私人的企业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提议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样资本化的一个过程 也其实不管是运气也好 还是各方面的支持也好 包括马云也从一开始我们准备进入这个轨道 他就开始进入不管以他个人的身份 还是他的企业的身份 都开始进入了我们这个支持的这个行列当中 也使华裔成为了第一家上市的公司 接下来就是说像腾讯 马华腾的加入 各个方面更多的还是从一个企业家的信任感 和对一个行业的一个爱护吧 我觉得那个角度去进入 跟腾讯是怎么样一个切记呢 因为那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华裔的股东 华裔的股东就有腾讯的这个背景 就是原来给我们投资的那个公司被腾讯收购了 所以呢就是说就接触进来了 接触进来以后就觉得是不是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是马华腾先生和你们一起谈的吗 对对对 马华腾先生一起一起来做 几年前就是我们需要再一轮新的新的发展 新的订增的时候又再次的加入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金融上的一些支持 但是这一两年呢 其实这种合作可能就变得更加更更加落地化了 因为那个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腾讯也好 阿里也好 大规模的一个部分去转型在文化上面 文化企业 那我们就完全对上了 像您刚才说跟马云是很早就相识了 私交也很好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您眼中的这个马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 就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吧 他的那个有很强的这个煽动力 煽动力 很强的煽动力 我觉得我见到的最强的 就是比较熟的最有煽动力的两个人 就是王中军和马云 他们两个可以把一个你上来 没有那么信的事 说的你可能抬着包着跟他找了 那种人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他很强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我觉得他的身上还有一个 就是所有企业家应该学习的一个就是 就是抗压性 因为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事物对他来说 他所做的每件事情 其实都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挑战跟创意性的 他并不都是寻规导具做的事情 而那个事往往越新的事情往往进入到这个公众的视野当中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反弹性或者被评论性会很强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佩服 很佩服他的那种抗压的能力 马云 像您的哥哥您刚才说 他也是一个扇动性很强的人 我们知道您其实一直追随你哥哥 在进入到这个电影行业 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 您说你其实并不认为自己特别适合做企业 你可能喜欢电影啊 喜欢写作 喜欢表达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哥哥对你的影响 他的影响就还是煽动呗 他就不断地给我给团队信心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也是特别有趣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又是七兄弟 又是在一个企业里边 然后共同的创业共同的发展 应该是一个就是说会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或密切的人 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两个其实见面并没有那么多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 但是他还是会给你一个力量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力量当中其实就是信任 当然确实也是因为他不会给你太多工作压力 因为当你碰到挫折的时候 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声音 他会给你很多真实的声音 还是像个哥哥 对对 而且他也是 他也是一个 他的身 他的那个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像一个艺术家吧 因为他 我反而其实想当一个艺术家 但我更多的事是在干管理的事 然后他呢 其实是这个 好像是在为一个企业在制定所有的战略 但他他的生活过得更像艺术家一样 所以就是这种一个很好的融合 你看我们这个团队是腾讯的团队 因为我们知道您和我们的这个马化腾先生 刘志平先生都有一些接触 我们也想问一下 我们也很好奇 像在林燕中 马化腾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马总他还是一个比较儒雅的人 我的感觉跟那个马云老师 他们两个的状态还不是非常的像 而且呢我还挺喜欢那个腾讯的团队 因为我跟腾讯的实际操盘的团队认识的会更多 谢谢 像那个钟蕾总 像你们平时认识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演员 认识很多中国的导演 您觉得比较认可的 非常突出的 杰出的这个演员 您觉得是哪一位 演员呢 中国的 我觉得 我觉得葛优还是很杰出的演员 葛优啊 葛优江文都是很杰出的演员 葛优是为什么演员 我觉得他 他应该应该是一个 很自然的 很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 一个演员 他很有趣 他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他会看很多电影 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其实他更多的是 从对一个人物的理解 去来表演 而且他也很有 很有自己的自知之明 他觉得他的局限在哪里 他的强处在哪里 在这个方面 但是他一旦接受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 很多演员都要学习的 另外就是 当然 姜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姜文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 比较全面型的 比较全面型 然后也比较 比较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的一种表演艺术家 年轻的演员 现在其实 大家有时候会去 去评论年轻演员 当然负面的非常多 这一两年 比如说不够敬业 然后过于的市场化 表面化 但是其实年轻演员 也是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艺人的代表 比如说呢 其实大量的年轻演员 都表现得很好 他都有一个过程 都有一个过程 就是很多年轻演员 那你说像什么 王志文啊 道明啊 不也都是从小鲜肉吗 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演戏 然后那个 当时也都是属于 偶像 黄磊啊 最开始都是 一头长发 销售着唱着各种流行歌曲 现在对年轻演员的 这个天价的这么一个演出费用 其实也是真的蛮大的 你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对于制片人来说 从我角度说 当然希望他们便宜一些 但是为什么会 涨得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呢 市场所造就的 市场所造就的 其实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只要存在就会合理 什么事情存在都会是合理的 只是你的这个事情 跟这个你的付出 和你的贡献是不是成正比 我觉得这个是 但是过度的去谈论 收入 但没有去在你的 你的这个主业上 或者在你的这个专业性上 进行加强 这就是值得批评的 对 比如在去年 我记得是说 周迅去演了一个电视剧 大家评论特别多 还上了中央新闻什么的 周迅 说周迅演一个电视剧 拿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其实我当时 就觉得挺替他不公的 因为我在想 就真的真的不多 因为大家可能只说 他接了一个电视剧 要了这么多钱 可是他没有去问这个电视剧 是什么 这个电视剧是要拍110集 要占用它320个工作日 就是一年的所有的都付出了 他拿的这个钱 和刚才大家讨论的小先生说 去30天拿了这个钱 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我们前一段时间也采访过于东 于东他在跟我们讲 他有这个英雄主义的情节 他觉得这个 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我们俩是同龄人 我们两个 他比他小我几个月吧 这样的 小几个月还是小一年 他小七一年的 而且我们两个的成长背景 跟出身都很像 所以就是有这个英雄情节的 这个都是还是 都是还是很像 对 他就在讲这个英雄主义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 全人类共通的 他觉得是能够打动所有人的 中类走迷 心目中的英雄主义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反对 就是说于东说的 他的英雄主义 或者是他的一个片子 其实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就是说 英雄主义在中国 其实他的那个变迁 也是很大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 可能看到的是 很多当时的那种 战争电影 或者对英雄的一种评价 他是一种很完美的 很高大权的这样的 甚至那时候的电影的 里面演员 他叫什么大权 什么高大权之类的 对对对 很有趣 对于我们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依然坚信 这份英雄 这份对某一个立场的坚持 某一种信仰的坚持 这个东西才会支撑 这个英雄的存在 对于英雄主义的电影 因为像美国 他就可能会提倡两种 一种就是说 对国家的无限的忠诚 都是For American 他明显这个 第二个就是他很多是 比较比较戏剧化的 那戏剧化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个人英雄的 就是个人本体 对于一个大事情上的 决定力 或者是说 他的最后的这个完成度 这个和中国的英雄主义 有点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种 这两个结合起来 其实很好的 对对 有没有打算 自己以后拍一部 类似这样的片子 没有 没有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做好自己 制片人的工作就挺好 对